长辈们一一坐上车 准备出发 他们要从续海前往港仔村 就好像是亲朋好友的聚会 在屏东偏远的地区 长辈们共同来到港仔村 不只有身体检查 如果你有一颗药 加一些爱 加一些关心 那个药真的就是特效药了 潘怡芳讲的特效药 就是志工们带来的关怀与亲切 在这个疫诊中 除了老人 还有小孩 40多岁的潘怡芳 是土生土长的续海居民 曾经在中科院任职 现在是社区孩子王 老人家变开心了 小朋友变健康了 是变好了 更进步了 那我就是就蛮开心的 因为发现村内的年轻人 外出工作 孩童老人缺乏照顾 健康和教养问题 让潘怡芳辞掉工作 回乡扮小学堂 用爱和关怀 发现真正的需要 志工们和年轻世代 都在隐蔽着 大约新闻 曾上美志工王长杰 邱瑞堂 屏东报道 大约新闻 大约新闻